机会另外一个是耐久性财货时机 好这是一些最新的消息 好再看到上个星期我们三立新闻曾经为您独家报道 高雄有一位卖水果的阿嬷 很大方的把自己存了一年的血汗钱 拿出来买万元餐券支持蔡英文主席 好今天下午呢小英主席特地去拜会这个忠实的粉丝哦 现场叫个记者李花仙 花仙 好了主播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今天特地南下到了高雄 钢山这里来探视这位水果阿嬷 可以看到呢蔡英文呢一下车就受到钢山这里的民众热烈的欢迎 那么现场气氛非常热闹 民众都不断的大喊总统动算 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非常的热情 那么这一次呢 蔡英文主席会特地南下到了高雄这里来看这位水果阿嬷 就是因为呢这位七十多岁的水果阿嬷呢 之前呢就因为呢非常支持蔡英文 那么把自己存了一年多一年多的私房钱一万块呢拿出来 为了支持蔡英文呢来买餐券 那么这是阿嬷自己辛辛苦苦存了一年的钱 那他呢也非常大方的把钱拿出来支持蔡英文 因此今天蔡英文主席是特地呢 跟着高雄市长陈举一起南下到了高雄 钢山这里的阿嬷的水果摊 一起来呃拜访他 那么阿嬷呢也相当热情 还把自己水果摊上面的凤梨呢 送给了蔡英文主席 我们来看看现场情形 那么可以听到呢现场的民众呢都非常的热情不断大喊着蔡英文冻帅 那么这位水果阿嬷也笑得合不聋 因为能够亲自见到自己的偶像 他也相当开心 那么阿嬷呢也拿出了自己的斗笠呢 请蔡英文主席来帮他签名 那么蔡英文也相当的有亲和力 只要是民众呢拿来签名要握手呢 他都来者不拒 那么对于阿嬷呢 把自己的辛辛苦苦的私房钱呢 毫不犹豫拿出来买餐券呢 主席也相当感动 以上是我们来自现场的最新情形 把时间还给棚的主播哦 好的 非常谢谢华贤 另外看到实在花莲这边呢 有一场富裕季